人可以有梦想,但是不能胡思乱想,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,更不是说搬到谁家里谁就说的算,再者这题目本身就有问题。 你知道联合国的组织机构有多么唐大吗?都搬过来吗?题目的主体确切地说应该是联合国总部,而不是整个联合国。 联合国总部大楼联合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美国用以协调战胜国之间利益分配,维护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工具,最能体现美国对于联合国影响力,而不是联合国对于美国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, 是美国贡献联合国会费,美国把会费一断,联合国就得瘫痪,这都是次要的,关键联合国也就失去了其影响力最大的背书者,变成一个只能看报喝茶的俱乐部,小布什大棒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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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